最近这个清朝的这个宫斗剧又特别流行 我看朋友圈里好多人也都在发 什么叫什么沿喜攻略 什么如意传 原来不是从什么环珠格格 什么什么什么真环就开始 就老有人问我 说这个宫斗剧拍的怎么样 后来不是有一阵子看广电总局发文 说这种剧不许拍了吗 要多拍这个现实主义题材 大女爵什么小姑爷 你就拍点这个 让大家逗逼一下乐一下就完了 千万千万不要再糟蹋古人了 列祖列宗都气得在坟里打滚了 就是这种东西太没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你不像 你今天的这些演员 我不是对这些演员有成见 我不是对他的表演的这个水平有成见 是因为你不像古人 你说你见过古人什么样吗 我没见过 但是书上有记载 对吧 战有战相是座有座相 你去看看这个 就是改革开放以前 或者改革开放初级 拍的一些老的古装片 比如说林则徐 咱不说这电影拍的怎么样 就是它的内容思想性反向怎么样 你看赵丹扮演的林则徐 就一个字像 对吧 人家一提长袍站起来 那劲像 你看甲午风云 咱也甭管这电影拍的怎么样 先不说的那种 你就看李莫然演的邓士昌 那就像往上一站标下邓士昌 像 你看那李鸿章老爷子坐在那不怒自威 二堂何人喧哗 不怒自威 那就是要像 你现在的就是不像 是吧 就是不像 目猴而观 二兄平身 你这不灵 你这玩意儿 你这不灵 就服装道具什么台词 这些错的都不用说了 老有人跟我说 你别盯着这个 你看剧情 是吧 你那剧情不是通过服装道具台词表示 那你通过什么表现 对吧 你这都不对 对你有毛的剧情可看 对吧 所以你这东西 先说这个 人都不像 人都不像 没有皇上穿个绿马甲 你干脆给他戴个绿帽子就得了 是吧 或者戴个翡翠顶子 你给他戴个那玩意儿完了 是吧 没有皇上打着跟环卫公似的 是吧 这不像 不像 这是第一个 是吧 再有一个呢 哪有这个宫斗具这种事儿啊 是吧 咱就说实在的 这个 你编这些个宫斗具啊 说白了 你编哪朝都别编清朝 是吧 清朝的皇帝从做皇帝的职业素养来说 是职业素养最高的皇帝 十二个皇帝里边 除了同志 慕宗同志皇帝 差一点啊 因为这个慈禧慈安都太惯了他了 从小不好好读书 十几岁的时候读奏折都不能断句 他差点啊 他差点 他妈也不愿意让他和这个这个这个亲政 是吧 宣统皇帝 都最后啊 就是溥仪做伟皇帝的时候都雄心壮志 一心要恢复祖业 你甭管他这个这个想法对不对 他最起码是有追求的青年 是吧 他不会一天想着我 我跟这个妃子怎么着 我跟那个妃子怎么着 我做个香水讨好一下那个妃子 我给这个妃子我缝个肚兜 我给那个妃子做条裤衩 他不可能去想这玩意儿 他想着我什么时候恢复大清族业 对吧 他想的是这个 是吧 那光绪皇帝从小时不当做傀儡啊 还要务须政变 朕绝不做亡国之君 那其他的皇帝就都不用说了 是吧 那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 留下的亲笔批注一千七百万字 一年一百多万字 一天好几千字拿毛笔写 你应该电脑打几千字你试试 你说他哪有空还不还 还毛啊还 对吧 他哪有空干这 所以没有这种事 对吧 而且后宫不是你想象那样 是吧 法度森严 皇后 这个名额只有一个人 对吧 然后皇贵妃 相当于父皇后 只有一个人 是吧 然后贵妃俩 贵妃之称的俩 是吧 妃这个四个 贫四个 是吧 底下什么大应常在 这这玩意儿这个没数 这都有执 成为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你累死皇上 是吧 大清十二帝 后妃最多的是乾隆爷 五十五个 但你别忘了乾隆爷活了八十九 对吧 他这些个妃子是从奶奶起到孙女 他不是同时五十五个 是吧 你想把皇上累死啊 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你都得是 你比如说皇后 你得这个皇后废了或者崩了 是吧 你才能再立一个 是吧 你才能皇贵妃比如晋升为皇后 或者谁晋升为皇后 对吧 清朝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为了争后卫 是吧 然后什么把谁给堵死 因为他把历史上所有的这些经验教训啊 都吸取了 对吧 更没有那种贤弟告退 哪有这事啊 对吧 外戚不能入宫 只有这个后妃生产的时候 才能允许他家的女眷进宫建一建 一入宫门深四海 你建不着 哪能说你 我见见我舅舅 是吧 我见见我弟弟 这不可能的 没有这种事 是吧 没有这种 所以这宫斗本身就不存在 而且这个你编这些剧的这些人说实在low bow了 你把这个后宫给编成了什么呢 办公室 杜拉拉生殖记 是吧 就是这个职场 编成了青春校园 是吧 皇上是一个大帅哥 是吧 白马王子 是吧 皇上也没骑白马 然后一帮阴阴阴阴围着他争风吃醋 是吧 或者当成了一个这个这个什么 甚至大妈菜市场 是吧 我拿小针扎你 这这 这哪有这 没有 真的是没有 太low了 这帮人的想象力在哪呢 就是皇上家种地一定是用金锄头 是吧 或者是皇上早点买两个油饼 是吧 他早点能吃两个油饼 因为他有钱 是吧 一个油饼占白糖水 一个油饼占红糖水 就这水平 是吧 听说包卿要出宫 是吧 忙坏了东宫与西宫 东宫娘娘落大饼 西宫娘娘卷大葱 就这水平 那包卿要出宫呢 那娘娘不得给他做好吃的 那最好吃的是啥 烙饼卷的葱 对吧 就这水平了 你这个编剧就这水平 你把你经历的这些事 你让皇上去经历一遍 太扯了 康庸前三代帝王 康熙好像还没怎么编 是吧 就雍正乾隆 这些人俩已经被编的够不够了 康庸前三代帝王 秦政到什么程度 皇宫 十日一朝 这个朝会啊 不是每天就跟你上学的时候开班会 这老师要天天开班会 你不得烦死他 对吧 十日一朝 而且上朝的时候呢 也不是在这个 这个听过我那这个历史肯靠谱的 同学都应该知道 不是在殿里边 在乾清门 门洞里边 皇上坐在那 御门听证 冬天零下三十度 夏天三十六度 照样 十日一朝 懒得皇上就不上朝 道光以后就不上朝了 康庸前三代帝王是坚持这个十日一朝 甚至有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日上朝 皇上天天开班会 每天要见军机接见大臣 晚上九点 必须睡觉 早上起来四点起床 四点起床 起来干嘛 起来读书 看先皇帝的实录 你要读书 七点钟吃早饭 九点钟开始接见陈宫 可能下午有点自己的时间 你像那个道光皇帝是文案不过夜 今天送来的文件 我一定要今天处理完 到晚上还在批文批奏章 他哪有空天天 还坏你吃了吗 哪有空天天干这你不高兴送一条手卷 你以为那是校园霸王你以为那是富二代 你以为都是那帮人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剧本身编子漏爆了 没有这回事 我告诉你啊 没有这回事不要再问我了 我很烦 我很烦 后果很严重 再有一个 就算有这些事 你关注他干嘛呀 照我说就是 秦始皇他爸到底是惠文王啊 不是到底是这个什么 还是吕布韦啊 是谁影响他统一六国了吗 他换个爹他就不统一六国了 他就被六国统一了 有劲吗 是吧 秦始皇到底是哪天死的 反正死你前面了 对不对 你有劲吗 没有意思 你去关注点大事 对吧 关注点大事 你看欧美的这个历史剧 人家拍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 反映都多王朝时期的那些个影视作品 就是英国人最津津乐道的亨利八世 跟他的老婆们那一段 他也反映后宫 他也反映勾心斗角 但是他是什么 他是要把这个人性的这个丑恶 揭露给你看 这么看的结果是什么呢 让你知道这么做不对 不要再斗了 他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我教你应该怎么斗 怎么整死案子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拿着耻辱当光荣 不是把这些个腥骚恶臭扬起来 扬得满天飞舞 让你津津乐道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反映斗 不是不可以 人类几千年不都是和平的 说罗马战神殿那门 就两年是关着的 上下时候都开的 为什么 马尔斯在保佑我们打仗 对吧 上千年的历史 都是在斗 但是不是不可以斗 而是 你怎么展示这种斗 你的价值取向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再有一个 我说没这些事 没有这个工斗这些事 就是有你也没必要关心 为什么 你忙着工斗的时候 世界在干嘛 对吧 美国是哪年建立了 乾隆41年 对吧 1776年 乾隆41年 美国通过了独立宣言 是吧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那人人生来平等 被造物主赋予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权利 其中有什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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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人家在1776年 对吧 乾隆41年人通过这个了 对吧 然后这些好多跨国公司都是乾隆年间就成立了 什么道光年间 咸丰年间 光绪年间 您这珊瑚万岁 缓缓跟圆缓跟芳芳跟斗斗那斗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在干这个 对吧 乾隆皇帝 跟华盛顿是同一年死的 那我原由里讲过1799年同一年死的 是吧 华盛顿死了之后留下了什么 乾隆皇帝死了之后又留下了什么 是吧 所以啊 有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 讲过这么一个一句话 说少沉迷本国历史 多关注世界文明 跃子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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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